这边 驻美代表金浮聪第一次到立法院备巡 差点不小心走到立委的直询台 经过轮值主席陈庭飞提醒 赶紧回到官员的备巡台应战 马金关系当然是焦点话题 过去很多人都是说 你是马总统的亲密的战友 甚至很多人问我说 你是不是跟马总统有同性恋 对不对 我说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对于这个所谓的 同性恋的这个同志来讲 也是不公平的事情 因为变成好像把它污名化 特别要再一次的这个 表达我尊重所有人的性向 但我本身不是 要讲清楚 免得又话中有话 不是 我跟马总统绝对不是 同性恋有关系 对不对 这样就好了 因为你已经回答你不是 我是对马英九比较有兴趣 那马英九是不是呢 我觉得您问我这个问题 不是我该回答的 你是马总统的隐形翅膀 这个你同意吧 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怎么突然变人家翅膀了 但这问题是马总统什么都听你的啦 这个您的话也不公平了 这一次回来 有没有针对任何国民党未来的选举的布局 去给马英九怎么建议 我回来可以说是身居简出 你转型了 不再挥小刀杀人了 好 这个委员我杀过谁了 请教一下 有啊我就说我们都是你的受害者 你是地下总统 不是半个总统 你是整个总统 委员我现在的身份是驻美代表 你如何能够精准的传达讯息 这个讯息的传递是因为你可以 跟马英九天天热线吗 包括委员我是一个角色主义者 我演什么角色 我一定是遵照我角色应有的奋计 我知道你是角色主义者 但是你的角色啊 您所扮演的角色叫做迎武者啊 你登高一呼告诉我们说 我不入服不入阁 2008时候就讲说 我2012也同样的这样一个宣誓 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头发失去了 我们政治人物的诚信 马英九跟你都一样 都好像是那个性工作者 在谈争吵一样 马马虎虎 庆才公公 我们看到这个镜头 马英九的好朋友 我们这么讲 或者亲密的战友 金普聪以驻美代表的身份 回来立法院 贝勋 他特别强调 我现在讲的是身份 不是分身 但是不敢男或女 对金普聪的兴趣 显然远远超过 对一个一般 驻美代表的兴趣 为什么 我们要拆下去 把各位介绍 今天刘夕来面台会 听到黄广高胜 大家好 过来 咱知识媒体人 翁水定 大家好 过来 残情专家 汪杰明 大家好 赶快 知识媒体人 钟年慌 主持人 郭北洋 请大家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金普聪 诱美代表金普聪 今天首富立院备巡 民进党立委 邱毅言 他整晚兴奋 睡不着 未料 国民党立委 来得更早 国民党委员 奉公职守 保皇护驾 小刀大使 回去 要给他们加奖 他将经比喻为 半个总统 地下总统 甚至是 整个总统 郭勇兄 我要请教一下 为什么 民进党的立委 这么的 兴奋或者亢奋 要咨询金普聪 国民党的立委 去得更多又更早 金普聪 有这么样的 引人注意吗 不是金普聪 我想对 其实对国民党的立委 也一样 其实国民党立委 一样亢奋 你看这么多国民党 这么多人出席 连不是委员会人 也都跑来了 几十个国民党的立委 涌到那个小小的 那个讨论房间里面 很像企乡团 其实这里一个 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大家都认为 其实大家都认为说 马英九 金普聪其实是 马英九的分身 金普聪讲的话 真的可以准确 转达或者传达 马英九心中在想什么 所以大家觉得 坑问 不过我今天看 蓝绿两边的 这个立法委员的咨询 我倒觉得说 有点失望了 国民党立委去问 是不是同性恋 这个问 他提这个问题 其实带有文章 因为马英九到底不是同性恋 金普聪是不是同性恋 其实对社会大众 一点重要性都没有 跟驻美代表 职务背询有关吗 也无关 而且金普聪之前是 不让人家谈这个问题 你如果要隐射暗设 他说要告的 没有错 为什么今天是国民党立委来提这个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国民党的这个立委 绝对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我们唯一的可能的猜测 就是说 现在马英九 民调那么差 支持度那么差 整个民生经济搞得那么差 信不信有你 明天早上的早报 大家翻开来 证明我讲对还是错 是不是同性恋 这个议题一定是各大报的 非常显著的一个标题 让老百姓苦中作乐吗 这种苦中作乐不要也罢了 我倒觉得说 我希望这个立委 真的能够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马英九在处理 跟北京的关系 其实是完全不透明 对台湾的国家安全 其实大家觉得很担心 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去问金普聪 你那个马英九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这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看马英九 到底跟北京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换句话说 一开口同性恋这个议题 一答一问 会不会是草传借鉴 引开真正 他应该回答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先前担任 国民党秘书长多次 向名嘴提出民事告诉 驻美调表金普聪 今天在立院外交委员会 被寻的时候辩护说 什么是言论自由 什么是滥用言论自由 必须透过司法诉讼 才能澄清 不过在约党立委 则吐槽他说 你都败诉啊 来这个年放兄 有没有被金普聪告过 有啊 现在还在最高法院 还没结束 一个民事诉讼 连我的律师 他说他很少看到 民事诉讼上诉到 最高法院 我当然我觉得那个 因为他要上诉 我也没办法了 但是我觉得会讲这个话的人 就说言论自由 必须由司法来决定 讲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去仔细揣摩这句话 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当权者 会讲的话 有权力的人他才会讲这种话 言论自由必须由司法来决定 那请问司法由谁来决定 那我回过头来问 有权力的才讲这话 谁给他权力 对啊 谁给他权力 谁给他权力 金普聪 别忘了 他不是行政院长 他只不过是一个驻美代表 驻美代表了不起 在台湾的官场 大概了不起 跟外交部长平起平坐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 今天欢迎多少 立委定期你知道吗 63个 超过半数 厉害 过半数 对立法院才113是立委 今天有63个人登记发言 尤其我看到电视画面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替国民党的立委 感到可耻也可悲 一堆国民党立委 围在金普聪旁边 在那边大吹喇叭 对不起吹喇叭是马英九讲 叫做拍马屁的意思 在那边去替金普聪 你们是在替什么 行政院长陈聪 今天你家里看到电视这一幕 一定觉得说 我全去买做 我在立法院去用修理 跟金石石 电跟金石石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这么多国民党立委来护航 因为你又金石石 你也不是金普聪 对啊 那为什么金普聪一来的时候 这么多立法员来护航 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 什么事情 今天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国民党立委去护航 民进党立委 邱义引讲说 我会兴奋到睡不着 为什么 因为大家把他当作马英九在咨询 因为我们拿着总统不可能去立法院 大家是把金普聪当作马英九在咨询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立委去登记发言 但是 我觉得很可笑的就是说 今天民进党立委问的 说实在我有点点失望 因为很多我认为 该问的问题没有问到 譬如说 譬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欧巴马新任命的国务卿 凯瑞 他是一个非常亲中的国会议员 当民进党进行的时候要买军购 就是凯瑞当时在众议院主导把他挡下来的 而且凯瑞讲过一句话 他说台海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美国应该放弃台湾 大家知道 美国是没有外交部长 美国的国务卿就是负责外交 在全世界走来走去 美国派任一个这么亲中 对中国极度友善的人来担任国务卿的时候 未来对于台美中三变的关系 会不会有强烈的影响 我觉得应该去问金普通说 那你怎么去 因应凯瑞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去见过凯瑞 或者说你跟凯瑞身边的人 到底有没有沟通的管道 因为我们知道 外交其实人脉是非常重要的 金普通在此之前 从来没有担任对美的外交工作 所以我是很担心 他在美国的智库 美国的国务院 美国的白宫 根本没有足够的人脉 足以去传达台湾的意见的时候 这个问题 我觉得才是我们大家应该关心 至于说是不是同性恋 我觉得就算他是又怎么样 我也没意见 金普通自己也讲 马英九当然也讲 为什么派金普通当驻美代表 这么重要的位置 因为金普通自己讲 我可以精确传达 马英九或者马总统的意志 或者意见 那说真的 我今天实在很想听得到 譬如说 议员就问他了 美国人有没有问你 马英九对于 譬如说中国吃台湾豆腐 或者是说 把台湾的清水蛋癌等等 放在他们护照里面 别的国家都有意见 为什么 为什么马英九没有意见 不晓得他有没有意见 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问一下 当然 中国当然不是像我们 干净的像一张白纸一样的那位先生 对不对 所讲的嘛 他只是时髦 时髦可以把国家的国土浓入 可以把争议性的东西浓入 印度 越南 菲律宾大家都抗议啊 所以美国应该是有来问台湾的态度嘛 我们台湾是什么态度 我们当然陆委会说 哎呦没怎么样这样 对不对 然后去了 有人家跟你说时髦 怎么会点啊 人家就说时髦啊 时髦干脆把我们全国都 其实人家也是这样啦 中国台湾 所有台湾艺人 去到中国表演 全部是中国台湾 很简单 就是吃你豆腐嘛 吃你豆腐那是营兜的事情 但你要抗议啊 你不是号称跟两岸要保持和平吗 两岸关系要很好 你要抗议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台湾就是要在美国跟中国两个之间 谋取我们最大的利益 就很简单 就是这样 还有他刚才说 我今天才很讶异 原来我们的前辈 民主前辈 抛头颅 洒热血 乖乖 逗过白色恐怖 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 不是用你的民主素养去分辨 而是用官司啊 是 啊 这样哦 马英九应该够所有全台湾 所有的老百是超过一千万人 够到民国两百年 为什么 大家都说是无能 大家都说是宝贝了啊 那应该透过打官司才知道 到底有没有乱用言论自由啊 不是这个样子嘛 最可怕的是 金斧冲他说他是角色主义者 最恐怖就是他的角色 什么角色 不是主美代表 他的角色叫做 马英九的最亲密朋友 很简单 我今天觉得啊 这个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在这个国会殿堂 直接问他说 啊你跟他是不是同性恋 对吧 他都说我当然不是 我跟马英九同仁 我当然不是 还说这样对同性恋 同性恋是污名化 我不觉得他会为什么 讲这句话说 是对同性恋污名化 台湾史杰多元化言论的 还有文化的角度 我们对同性恋是没有排斥的 不像以前说 哎呦看到同性恋 看到同志 我们就觉得那是 什么肮脏误会 不是的 所以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还有就是说 啊同志是 他们自己个人的私得 关我们屁事 还有为什么会有 讨论这个问题 就因为为什么 会 透过一般的朋友 去挺到这种程度 还有 为什么马英九总统 会相信他 信任他 到这样的程度 我们中文叫做 言听计从 没有错 到匪夷所思 他没有职务 最大 怕死人 为什么 就因为他没有职务 可以影响到 这个动动地步 所以人家才会讲 你是淫污者 才会讲说地下总统 半个总统嘛 最可怕 没有职务的 比有职务更可怕 其实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金浮冲的权利 如果不是他在当 类似像马英九总统 他是 郭敏党的秘书厅时 他靠地给一个人 叫做省市和 环保署的书长 他用郭敏党 秘书厅有多一个 做过这种事情 靠地给内阁 来的一个阁员 靠地给他 说什么 说吃饭的事情 说走路吃饭 丢烟地是要给他取缔了 类似像这样子 省市和 问题是 省市和 也接止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 为什么 大家认定 这不是说理论的认定 而是金浮冲 你的确是马英九 其实可能 倒过来讲 有很多时候 我都怀疑 将你是马英九的分身是 冤枉 有时候很多人讲 马英九是你的分身 因为你权力事物展现的 不会比他小 我们这段时间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 谢谢 三个月要拼 有感施政到期 陈冲内阁让民众 有感了吗 根据台湾指标民调 公布的最新调查 有将近七成的民众 对马总统的施政 不满意 满意的只有17.5% 另外对政府的 整体施政评分 民众平均只给了 46.6的不及格分数 这样的数字 连自家立委都看不下去 呼吁陈冲内阁 应该改组 我赞成说在 过了农历年之后 希望内阁能够局部的改组 有些部位是真的是 木器成人 真的需要改 而且对外面沟通不良 老是引起各界的误会 还有引起媒体的批评 我想这样的一个部会的首长 是应该调整的 既然财经内阁 没有办法提出好的方案 来振兴经济的话 那本来就该改组了 本来就该换了 否则会真的会误国 那更该换了就交通部长 四五年了 连个机场的漏水 都没有办法修好 那游览车一再出事 市政五感 多数立委把毛猴对准 财经内阁 因为各部会首长的民调当中 他们全都调车尾 包括经济部长施燕翔 满意度只有9% 财政部长张胜和是7.9% 最低的是经济会主委 引起民只有6% 三元人的反应度都不到一成 我想 努力做事啦 不看民调啦 反正再一天就努力做一天嘛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如果今天马政府 面对三个人加起来 连几个的一半都不到的内阁 这财经内阁 还不失改革 不赶快找有能力的人来做 我相信台湾的经济 是不会有希望的 我希望能够在民间的CEO里面 去挖角 那么这样的执行力会高一点 效力会高一点 沟通能力会高一点 譬如那个HTC的执行长啊 周执行长就很棒的人才啊 不与内阁改组的声浪 不分蓝绿 看来想让人民有感 在人事的安排上 马政府恐怕得好好再思量 好 马英九的政府 整个民调包括他自己 已经落下 低到不能再低的谷底在哪里 其实还不知道 那么美国对台湾的总统 到底民调低到这个地步 他们会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马英九代表台湾 台湾的民意 如果不支持马英九 那马英九透过金普冲 跟美国所传达的意志或意见 有代表性吗 所以可想而知 美国一定很想要知道 到底马英九是怎么一回事 那谁来传达金普冲 我们来看一下 驻美代表金普冲 今天赴立院专案报告 被外界形容最能精准 传达马英制的金普冲 被寻求如何向美方说明 马民调低落的时候 金普冲怎么说 他表示他确诚跟美国行政部门 国会议员谈过这个问题 他怎么说 他说他向美方传达 马总统目前一烙言文 就是hit the rock button start to bounce back 就是已经掉到谷底了 现在掉到谷底 撞到底部 就会开始反弹 已经逐渐好转 这是金普冲说的 那后面还有 金普冲坦言 国内过去经济状况 比较困难 加上推动油电脏价 证锁碎等 造成民调低迷 结果他怎么说 美国朋友跟他安慰 安慰什么 这种事情 全世界都这样 美国还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做对事情 民调就会反弹 现在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杰明兄 做对事情 民调就会反弹 那他到底做对什么事情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他到底做对了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 这个是他说 hit the button 我这个图形 就是我们前几天才用的 这是大家的民调 我的 button在什么地方 这是破底 这股市叫做破底 还没有看到破底翻 持续往下破 破到最后 真的变成死猫了 这叫反弹 那也不叫做反弹 所以我要说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中间选民对他分数 已经是42分 那个叫做死当 死当叫做 已经跌停板锁死 那么反弹 都是已经这支股票 准备下市了 第一件事 叫做掉底 对 那这种下市的股票 竟然可以说 hit the button 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金甫松 这是报纸给他拍的相片 你看他意气 坦白讲 这张满意气风发的 还说的 hit the button 那我们在前阵子 我们谈到另外一个人 我们比对一下 这个优西优果 他名字要萧万长 如果我们可以看清楚 这两个棉口 基本上一个是 非常的忧愁 一个是 哇 一副就是夹阳自重 在这一次的整个讨论 观众朋友没有注意到 金甫松是干嘛的 他是做美代表 做美代表 第一件事 我要问一件事 马总统说 在年底之前 TIFA一定会谈 现在几天了 现在几号了 春后港 春后港啊 明年啦 明年年 美国人已经在放假了 后年后年 开始发生后年后年好了 大后年 圣诞节假期 已经开始了 有没有回答 没有 第二件事 前阵子我们退役将领 泄露有关台美的这个军案事情 这个美国很关心啊 是 他为什么不回答 这是有关两岸的关系啊 而且最后刚才我们就说了 那个凯瑞 基本上是反对这个 送武器到我们台湾来的 那台美军事合作 要不要谈 没谈 最后一件事情 是 其实美国人最近 对台湾的媒体垄断 这些事情 是有关系的哦 是 你从美国回来 为什么不表达这意思 哪一件事 不是跟民生有关 哪一件事 不是跟美国的关系有关 美国不重要吗 现在我们的出口订单 美国又回来 比中国更多 不重要吗 这些事情 他没有谈 他只是很骄傲的说 黑的板 以后我们英文 不要再叫这个字了 我们说叫死当 所以我们再回来一件事情 当他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前阵子才用过的资料 还在这个地方 真的寄一份给金府松板 这边我就要不如赘述 一堆死当 包括我们经济是 四小龙最差 我们失业率是 四小龙最高 我们经济展望是 四小龙最坏 这件事他都不讲 他说 如果这样讲 我要说一句话 他整个过程当中 原谅我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看 他是冷感无情 我不知道我们的同心 但我肯定 他对于台湾经济这件事 冷感 他对于台美的关系 他无情 他只问老板 不问苍生 他对于所谓的 我们说的第三势力媒体的一个执行权 他说的是用法律来处理 我真的不知道 这样的官员 这样的回答 观众朋友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 这个外交官 这个外交官有为阻止或者国家说访的权利 那hit the button button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底部 另外叫做屁股 那也可能是马上就已经撞到屁股 很痛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说民调显示 民众对财政部长张胜和的满意度 只剩下8% 张胜和标记公 他努力做事不计名利 不看民调 对于近六层民众表示 对他没印象 他说 他的曝光率在部会首长中算高的 如果民众对他还是没印象 请大家多看电视跟报纸 那个年旺 我记得有一句话 通常是这个下围棋的人在用的 叫过胜故欣然败义可喜 意思就是说 百万万少说 意思是说你下赢了当然很高兴 但是输了也也也蛮值得的 通常通常会说这句话 都是下输的那个人才会这样讲 因为赢的人不会这样讲 这个是很典型的中国式的阿Q精神 张胜和说这我的意思就是什么 反正我就退休的老人 那是因为 祖公有保庇 你退休又把我挖回来做部长 刚刚的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叫做异性南山 对啊他根本 他根本就是 反正我是被挖出来做 我能做多久就做多久 我觉得在我看来 张胜和已经完全失去斗志了 他对于台湾整个财政 昨天国库署署长 才在立法院开记者会 他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如果不能维持3% 每年 2015年 这个台湾会破产 民国105年 就2016年台湾会财政悬崖 那请问 我们可以保证从明年开始 到2016年 每年都3%吗 我可不敢保证 这个事情是财政部 要最关心的事情 结果张胜和就一副说 算了反正随便你了 金普通的部分我要讲一下 他讲说精准传达 马英九的意志 对不对 那请问谷底反弹 谷底是精准的 但是反弹 恐怕就不太精准 而且我觉得金普通这样 谷底也很精准吗 谷底是蛮精准的 我觉得 不会再低了 不会吗 因为再低也测不到了 所以最低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我觉得金普通讲这个话 反而会让美国人 跟你交谈美国人 开始会怀疑 你这个驻美代表 到底是完真的完假的 为什么我这么讲 美国人对台湾的了解 绝对不会输给金普通 我们记得经济学人 所做的报 美国人不知道这些信息 很精准的 而且别忘了 危机解密大家看过吧 AIT是每星期打电报回去 AIT是有专人在负责 观察分析 台湾的政经情势 然后每个礼拜 跟国务院报告 美国人很清楚 结果美国人一听 你金普通讲的话 奇怪 怎么跟我手边的资料 感觉不太一样的时候 你死争 你搞什么 人家会觉得说 你这个驻美代表 你是来玩真的还玩假的 外交辞令当然要讲 可是大家关起门来 私下在交换意见的时候 你如果还是讲这样的话 我觉得只会让美国人 开始刮目相看 你这个驻美代表 是 这个瑞德兄 资深媒体记者 张胜可部长说 因为曝光率较少 算蛮高的 民众如果对他还是没有印象 那问题可能不在他 请民众多看电视 多看报纸 我要请问一下 民众多看电视 多看报纸 多看到他 他的民调就会高吗 马英九不是天天出现吗 那马英九民调应该很高 是 因为大家都看到马英九 所以他的民调应该是83% 不是13% 对不对 你的曝光率跟你的民调 民调写什么意思 对你的支持率 认为说你干得好 做得好 你做得不好 你干得不好 大家当然不爽 那讲坦白的 引起民的曝光率也蛮高 对不对 对 拿出说 拿出收力 对不对 因为部落格 以前还写的那么那个 那为什么引起民民调会低 没有道理 这跟那个没有关系 我们从刚刚的那个访问 电视访问里面 张胜何是怎么说 我做一天事 做在这个职位一天 我就做一天事 错了 财政部长 我当时有什么说 最近大家都去 突然间去怀念李国鼎 突然间怀念赵耀东 赵耀东那种万事不公 对不对 然后脚跟血架这样子 万事不公的样子 你看到的是什么 破例 有什么 全台湾 刚才把日本开城 以前要当年 禁止日本的东西进来 几千项 不准进来 大家再说一天 那时候我说 坦白 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再说一天 因为台湾所有重要东西 都从那边来 不是 人家不是 那是有计划的嘛 为什么 其中2,000件 2,000件 台湾从来没进口 但是你敢做这样子 问题是你让老百姓有敢 你要让老百姓做得好 让我们感觉说 政府有在做事 问题是 财政部长 经济会主委 跟经济部长 有让老百姓有这样的感觉吗 是 英雄兄 昨天引起民说 新加坡的刑罪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十倍 今天张胜尔说 反正我就做一天当一天嘛 我们怎么来解读 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么重要的两个位置 一个说新加坡的刑罪是我们的十倍 一个说是我做一天 算一天 还有一个石研祥 这三个负责我们的财经方面 财经政策 推动所有财经方面的 的业务最重要的三个部长 是 就这三个部长 对整个社会民间 质疑你这个政府做不好 他们的回应都这种 什么都看报纸啦 你就可以认识我啦 不过你叫我怎么做 我要行水到新加坡的 十分之一而已 是 你让人民会觉得说 你云其民 你是不是在说 你只要做新加坡的官员的 十分之一就可以了 其实大家在批 这个政府没有效能 效能是技术面 今天这个政府如果做错事 技术太高明 这个效能再高 也没用啦 这个方向错嘛 所以今天你看 那个美国有人 跟金普中讲 丢的事情做下去 就可以谷底反弹 没有错啊 前提是丢的事情 我想这个美国人 美国有人可能心中想的是欧巴马 你记不记得欧巴马刚上台的时候 他要做的是 那遭受很多共和党 跟反对他的那些 有钱的人的反对 但是欧巴马真的坚持下去了 我前一阵来给大家看嘛 今天美国的产业大军 都在移回美国 欧巴马要做的 再工业化美国 这个果然成功了 人家再收拾了 蛮久的跟你讲 我们像郭台湾也移回美国 做的 做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讯息 我们现在知道 为什么台湾问题这么多 一个是我 真的我 我当一天和尚 我撞一天钟 他没有笑人 就算他还有你跟那个冷笑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官员的结果是这样 50万人失业 但是77%的失业 闹人才慌 50万人 找不到 但是为什么 77%的失业 说劳动市场 人才慌 交叉分析发现 传产制造民生服务业 感受是最深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真的 马英九 你不下台 金虎 那些不是金虎松 你不下台 成回不换 你这几个官员 如果在不换的时候 不要说 中被你撞破 连锅子给你弄破 全都掉锅子没饭汤 这段 先到这里 收集一下 老头基上 谢谢 106年度将官进任 首席典礼 马总统一一向将军们 握手道贺 并且耳提面命 两岸关系 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政权的关系 就是做到下不了 咬不住 吞不下 打不碎 的建军的原则 马总统一讲半个小时 坐在台下的国安局长 蔡德胜 听得忍不住打瞌睡 不过当着军券的面 总统还是要讲这些话 一定会向各位保证 军人的荣誉 我们一定要捍卫 军人的权益 也一定要保障 马总统誓言保障军人权益 身边五官的申签 也似乎特别受到保障 因为这回晋升名单当中 前总统府陆军五官杨基荣 国防部长办公室 政务综合处长 顾正新等人 纷纷受到拔着 而四名中将当中 总统府市委长汪玄忠 与空军校准部指挥官刘守仁 在担任少将五年多 就破格升迁 海军日前爆发战车 压死二兵的意外 甚至主任文振国 也升上中将备受争议 三年特优 以及两年优等的情况下 所以不受六年停年的限制 可以在有缺额的情况下 可以齐全晋升 这个阶级有空 我想这个是有一点 这个揭于我了 我并不认为我有特别的快 事实上担任少将职务 从连内长到连准市副主任 到现在这个职务 我都是敬敬业业 任何人都有表达他的这个权利 那我们只是听 听完以后 如果说我是事实不是这样子 对我来讲不构成威胁 尽管当事人澄清 但每次国军将官进的典礼 总是争议不断 各位朋友 金府冲公 美国人给他讲 你跟马英九讲 只要做对事情 民调就会反弹 那我们打破脑袋 想破脑袋 想不出他到底做对了哪些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们要拿出来讨论 咱长弘共 台湾每700个兵员 阿兵哥就一个将军 那么我们准一格各位看 一个大国叫美国 另外一个比较小国叫以色列 两个国家三不五十 都在自己的边界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的集结 美国是多少 1500的人 以色列多少 1450的人 这两个常在打仗的国家 他们的将军 下面平均是1400500的人 我们是700的人 从这点来看 说实在 金简都来不及 还一招一招在那边生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马英九今天还讲了什么话 今天总统共布达四位中将 27位少将 其中进任中将的总统府 市委长汪玄州 被质疑是日前揭携有功 汪受访时强调 国军晋升制度公平公开 并且经过严格考核 他说你如果说我因为 结协有功 所以我没有满六年停年 就升这个中将 那说实在 这个是一种严谊 意思就是说 这样对于不公平 好我们就不谈到 我们要问一下 年号 马英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说 捍卫军人的荣誉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不是应该讲 那应该讲什么 应该是军人要捍卫国家 要效忠国家 是 那他讲的怎么跟我们期待的 因为 捍卫军人的荣誉 不用他讲 因为我们当过兵人都知道 当兵有所谓的五大信念 其中有一个就叫做荣誉 这个每个阿兵哥 从新兵到退伍 你都要倒背如流的 我觉得马英九去选这种场合 去讲捍卫军人的荣誉 会让我联想到 是不是最近军中 又有一些不荣誉的事情 即将要发生了 所以他赶快赶快告诉大家说 你们要捍卫军人的荣誉 不过我要讲一下 这个事情很巧合 前一天 就是我们前天才在讨论 日报健报说 台湾的将军太多 当天晋升31位 是 很巧 我做兵 我刚好是当营参议文书 参议就是管人事 所以我也帮 营上的长官们 当然阶级没那么高 我们营长最多才中校 也帮他们办过晋升 我很少看到 说他们军中有规定 就所谓庭年 就说你某一个阶级 至少要几年 你才有资格 可以往上升 但是 比如说少将升中将 基本上六年 但是不保证你六年一定会升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 中校退伍 上位退伍 少将退伍 因为你时间 脱太久升不上去 你就被强迫退伍 我很少看到说 时间还没到 就可以升上去 如果说 这个人有特殊的战功 那没话讲 可是台湾现在没战争 那这个人 到底他有什么特殊的攻击 可以到未满六年的情况之下 可以直接少将跳中将 没错 总统府世卫长 赵鞭治他是中将缺 通常大家也都心里有数 你如果是少将 去占到那个缺 大概就是你的 在同期里面 你会最优先 被升为中将 这个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 今天台湾有多少少将 已经超过六年的 表现也不差的 等着要升中将 那为什么就是 总统府世卫长 这一点我觉得 马英九 你没有讲清楚 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协职员 对 而且我觉得很离谱的是 我也要帮很多 阿兵哥讲话 金石案 勿要奏兵 其实开始一班 结果金石案 结果是什么 兵越裁越少 官越裁越多 奇怪 金石案 结果金简的都是阿兵哥 然后军官越来越多 你这样的国军请问 打仗是阿兵哥打仗 还是军官打仗 是 我们现场也会财新专家 杰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国防部一再喊降 又31个降光晋升 创近四年新高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为99年 100年 102年 之前已经讲说要降 那为什么要降 因为实在太多了 结果我们今天一口气 你看看 2326 2324 2318 要降 结果一年 给你升27个少将 这个符合最基本的 金石原则吗 杰明 我应该这么说 马总统不是口口声 谈改革 谈公平正义吗 那他的改革 基本上是改革别人 对他自己 是没有任何的氛围 就是要改革 事实上 这不是只有范例 事实上 在之前 因为这是89年 开始 一年是升两次 那以前就有一次 那在他上任之前 就说 这个军中的将官太多了 就他变成是 这个变成是领导人的时候 他还说了一句话 有人买 用花钱买将官 对 那他是不是意思说 那干脆不用买了 我来升就好 没有错 所以他升他旁边的亲信 那我们觉得 他升了谁 升了他世卫长 还有这个国安局的局长 这国安局里面 都是他周围的人 其中一个就是汪玄州 另外是一个留守人 都是他周围的人 反而从所谓的 正统军系出来的 对不起 都没升到 那这种我想起来一件事 马总统在上任的时候说 哎呀我们国家组织 这个太庞大了 一定要减少组织 结果呢 阿扁时代呢 从这个人数呢 从45万呢 减到41万 结果呢 我们的马总统一上任的时候 迫不及待 就要把41万呢 要到42万人 然后我们中央预算 从原本的一兆1000亿呢 现在控制到一兆3000亿 还没结束哦 未来的五年 还要增加到 一兆6000亿哦 我们一年所得 国家的收支 也不过是1.7兆哦 只光中央部位的钱 所以这不就是两件事情吗 我要问一下马总统 你每次都要说改革 都要说公平正义 你把刀 一刀往下垫加 正所税 一刀往了股票市场 但是对你这些 所谓的周围将军 所以我觉得马总统 很喜欢做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不是说 啊这么多将军 他偏偏要今天伸给你看 就你越骂他越多 他越要显示他自己 哦我就是要这么烂 要不然不然 你是不是呢 只差没说这句话 所以他从头到尾 只说一句话 他认为 国家的财政 有困难 但不等于 他要蛮憨的 去做 他觉得 让这个国家财政 更恶化的事情 这不就财政恶化吗 请记得一件事 现在台湾的退降 已经2000 将近3000人了 而很多的退降出来的时候 还可以到什么瓦斯公司啦 还是个水电公司里面 继续干他的高官 然后每一年这个钱 只光卫文金 才是用几千万 几亿 在那边给的 然后马总统说 哎呀我国库不行了 对不起 官要照升 他武要照跳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台湾跟中国的武将的情形 照着你说李申将军 都要赋予重任 结果他说 捍卫军人的荣誉 这个定义 再这样下去 恭喜大家 烈德兄 是 整台湾鞋子一丢 就可以抓到将军 这跟马英九所讲 不过我请教一下 这个跟之前 之前高阶将领 年中退休委闻金 被砍 还有党主席 你要不要当 有没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各位啊 那个升降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最近尤其是台北市 眷村改建 可以申请啊 眷村改建 你也说 你也才去买啊 对吧 那个买了以后 虽然他有规定 有几年之间 不可以转售 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 你知道 过了以后 赚取的暴利是几千万呢 是吓死人的暴利呢 一瓶十八万卖一百八十万 你听到没有 你再讲一次 一瓶十八万卖一百万 多少啊 差几倍啊 那当然 松山 升降领 升降领如果是按照正常的 正常的管道 生股 我没意见 按照什么叫正常的 是 又评比啊 你要停年 什么叫停年 朗尼 你要做朗尼的 譬如说你做朗尼的消降 把你升降降 这是我们来内部的规定就对了 现在你特优 你现在优等 为什么是特优 难道当年没有其他的人 邵将是特优吗 或者当了马英九的侍卫长 他就可以特优吗 对吧 为什么是特优 为什么别人都没办 为什么是他 是他 这些奇怪 陆海空军这么多将领 大家都在等 我跟你说 其实他们很可怜 是 最可怜是上校 为什么 丹某热令退伍 多少上校都是人才 就因为没法度 我跟你说 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大有关系 就在今天 就在这么多 马英九 非常欣赏的人 升官的时候 国军的体能测验 空军三千公秋 招到乱七八糟 里面好像也有空军的人升官 当然不是说不能怪他 不是说怪他 你叫他跑他慢 听了以后最没有办法 心里最不平衡 为什么 我们把大专兵 我组组部队 百分钟做一千两百十的 腹地挺身 阴京连无法驚过 三千公秋 走不及格 走到天气这么晚 不定地 照亮他你擦 我说坦白 这些有谁来改进 你以为想要升级的人 这些有没有人 国军有什么贩毒的 有什么乱七八糟 猥亵的 我都没有看到有人处分 没有看到有人下台 是 这个玉庸兄 身边的人 说是在 已经人家会讲话 你身边的人 时间还没有到 说他是特优 这个不怕人民恭维 不怕其他人说不公平吗 不怕 所以当然大家就讲话 不然媒体 大家为什么会说 是不是你那个党鞋子有功 接那个鞋子有功 我看这些鞋子 还不是什么大功 他是应该挡子弹的功 实在 挡子弹有功 我可以接受 对马英九来讲 没子弹可以挡 因为他跟中国关系是国 不是国与国 一种特殊的关系 你看这些 我们这些退役将领 到对岸去 说什么 说不管国军共军 都是中国军 所以你说这个没打仗 这个钓鱼台快要打了 可能生一些将官 31个将官加入中国军 准备打掉一台战争吗 我觉得这都莫名其妙 刚刚这个瑞德兄讲了一些 我不知道我想起 这31位将官 马上就可以配售 在台北市 56平的住宅 那他利益多么庞大 另外马英九又要讲说 我会保障你们的名义 会捍卫你们的名义 不是名义 是利益 你说不起 你们的利益他会保障 那你说这不明义的事情 你看 刚刚主任讲的 联中卫文金 没几乎人 把你拿掉 这些退役将领 说要造反 是 马英九惊到 就是他要选党主席 刚刚主持人 点出这一点 马英九又在布置 他完全在稳定 他的权力结构 在这个前提上 他不惜把我们的军人 我们这些将官 把他转化成一群 唯利是图的 只顾个人利益的 这样的一个人 那我们的国军 我们的军人魂 哪里去了 我就不相信 其他没有办法 升少将 没有办法 升中将的人 他们可以接受 这个说法 但是人不要脸 连鬼都怕 马英九 他现在还怕什么 他13% 他都觉得OK 他不怕人家讲 这是可怕的地方 这关东西 他做得出来 这个就是 我们条件的地方 这段新闻 大家休息一下 老大姐兄 谢谢 老朋友 我们条件一句话说 向阳花草早逢春 近水楼台先得月 你可以因为这个样子 你靠近总统 总统可能为了党主席的选举 安抚 将军就这样给你 不怕人家讲话吗 这个 梁晃 不怕人家讲话吗 马英九说实在 他也没什么好惊 因为他13% 他也不怕 他不怕 我们会叫怕 对 我们是去走到买死 然后依照我们的 现行的宪政制度 你也没法叫他漏台 这是属性 他现在最怕的就是 党主席位置 能不能坐得稳 所以我觉得 马英九现在做了很多事情 他不在乎国家 我觉得现在马英九不在乎国家 现在马英九放在第一优先的 应该是他个人的权利跟位置 能不能保得住 这个是他最优先 我觉得他今天这种行为 当我们在喊说 国军金石案 我们的将军太多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暂缓 你可以暂缓 你不需要急着 一定要1月1号以前升 不行 因为党主席不能暂缓 对 谢老师你讲到重点了 因为党主席明年7月要选 你现在不升 来不及 因为需要一段时间酝酿 你到选举全再给人家 搞不好这些将军还不爽 你说你当我乞丐啊 选举全才给我 我觉得马英九 对这种做法很明显 就是把国家的公器 拿来捍卫 他私人的权位 党主席是私人的权位 不是国家的位置哦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 你这种行为 你在一天到晚 跟我们讲说 你要改革 你要公平正义 我觉得在骗小孩啊 国家朋友知道 我们现在的国军 在这20年 从多少人变多少人 从50万人 已经减到27万人 减半还要多多 目标呢 还要朝10万人去减 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将领呢 已经暴增到 包含退休 已经超过3000人了 而在此的有393个人 也就是说 我们的军人是越来越少 将官越来越多 怪不得报纸是这么说的 不是说荣誉吗 来念一下 肩负荣誉责任 心心起壳从优 从我们的马总统 急得要做他的空军英号 到花东 到急得让这些将官赶快升 我们实在很怀疑 到底他背后因素是什么 真的就是为党主席 不是为了国家吗 我们早就已经 所有岛内的人都已经有共识 叫做进生少 退伍多 精减多 我想每个老百姓都知道 当你的官越多 表示你花费越多 情况下 当你的所有的部队人数 在减少的时候 50万变27万 你怎么可能这么多军官呢 不过因为选党主席 这些将官人少 但是作用不大 欣欣之火可以聊天 你不要听过吗 马英九的年终未问金的问题 搞得一塌糊涂 然后各式的劳工年金的问题 搞得一塌糊涂 对不对 他就不肯去开一个会议 国事会议 地方会议 要来听人民的心声 到现在还在杂根专案 杂根专案只听党代表的声音 你说跟明年的总统 那个党主席大选没关系 鬼才相信 现在连金门跟马主兵都很少 在这种状况下 还要说 募兵是你为了要骗选票 提前一年执行 现在说没有钱 我们突然间发现 不是募兵吃垮台湾 是将军吃垮台湾 因为将军太多了 引起民怨 没有错 你在讲引起民吗 不是 我在讲马英九 马英九用了引起民 就会引起民怨 我觉得说 马英九做任何事情 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解读 一切就通了 他就是要巩固 他现在最后 两三年的权力啊 权位嘛 是 你看 这些将军把他升起来 他为了巩固这些军头 是 为了收买这些军头 那内阁他不换 是 内阁搞了一套屋子 他不能换 是 为什么 因为现在如果 换一个有能力的上来 是 他立刻就剖脚了嘛 是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真的是倒霉 唯一可能会换的 可能是国安局长 是 因为在马英九致辞的时候 他打瞌睡 他在打瞌睡 他不是打瞌睡